全球的杰斯家人们 新老朋友们 大家晚上上午好 今天又到了星期五 我们里面有约的空中视频会议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很久没有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所以今天我觉得有点紧张 其实很多我知道我们团队都非常棒 这个空中视频的说明会 也为很多的伙伴 带来了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和团队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坚持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感恩我们团队 很多的钻石总裁 还有双钻石总裁 还有红宝石总裁 绿宝石总裁 共同的参与 所以让我们这个空中视频会议 就是每一次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叫李明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今天是在我们美国洛杉矶的家里 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的结识故事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被自己感动 那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 一个在家带小孩子的妈妈 完全就是因为一个朋友的 跟我一个传递了一个信息 然后呢我也出于对朋友的信任 所以那时候我也正在寻找一个 赚钱的机会 所以当我的推荐人直评 他现在也是结识的双钻石总裁 他来跟我讲结识的时候呢 他跟我讲了干细胞白粒如醇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说我不在找产品 我说我正在找赚钱的机会 那么他就跟我说 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在家赚钱 还可以照顾你女儿的一个机会 我说哇这真是我想找的 那好我就试试看 所以就是这样子呢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 就进入了结识 当我加盟结识的时候 我是自己把我自己迁进去的 所以我就第一个时间就学会了 怎么样在网上建立我自己的网店 然后我记得我刚刚把网店建立好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推荐人说 哎那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在家挣钱 因为我只想挣钱 那个时候我对产品一点兴趣都没有 然后那个时候产品还没有收到的时候 我就这样问他 所以我的推荐人说啊 这个生意从两个人开始 我告诉他说半个都没有 为什么是半个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生意听上去有点像 很多人都讨厌 包括我也很讨厌的这种直销这种方式 我说我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但是我说我不会跟我的朋友讲 我就是这种心态 但是那天晚上呢 我躺在床上 我是发来复去睡不着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生意 真的像我的推荐人讲的一样 就是从两个人开始就可以赚钱的话 那我心想我也得尝试一下 去找两个什么人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想 我那时候公司的名字 Janice也不知道 也不会拼 然后呢 产品也没见到 我就想 那我讲什么呢 我就想找两个相信我的朋友 如果他们相信我呢 我就觉得就好了 我就不用讲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了 我的好朋友呢 Julia 那他现在也是节识的双钻石总裁 那当时他是在做一个护士 他最最让他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他不能每天睡到自然醒 因为他做护士非常忙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要起床 然后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 所以呢 他一天到晚就打电话 就跟我讲电话 所以我那天带着我的推荐人 和我上面的一个Tina 现在也是三钻石总裁 我们三个人去他家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他 我说Julia 睡到自然醒的机会来了 所以呢 那我也不会讲产品 所以他们就跟他讲了白利路唇 那他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呢 他对白利路唇也是有听说过 然后呢又听说可以睡到可以赚钱以后 就可以睡到自然醒 所以他就说 他说那你做我就做 就完全出予对我的相信 所以他就把信用卡 把身份证都给了我呢 就说你们快点弄完就快点走 我明天早上还要起床去上班 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他账户 这个网店开好 我们就走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看到在我的电子钱包里面 有两百块美金 我也不知道这个两百块美金是怎么来的 我更加不知道这个两百块美金怎么拿出来 但是呢 我却可以确定 肯定这个两百块是我的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子就可以赚钱 那我明天就做同样的事 所以呢 我就第二天就带着我的女儿去游泳的时候呢 就是小孩子在游泳池里面游泳 那妈妈都在游泳池旁边 所以呢 我就跟其中的一个妈妈说 哎 我说我们小孩子都上学了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赚点钱 那那个妈妈就说 好啊 她说你说做什么 我就跟着你做 所以呢 她也加盟了 好 接下来我就跟我们的马克老师讲 所以马克老师现在也是钻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也跟我们的成立总裁 很多就是 就是讲了以后呢 他们现在都是成为钻石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第一个月就挣了一千八百块美金 其实对一个在家带小孩子的妈妈 我什么都没有影响 我还在家里带小孩 但是却让我有额外的一千八百块美金收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我说这个生意真的是可以在家赚钱 那我那时候就去开始做梦 我就心想 如果这个生意可以挣一万块美金一个月呢 那我跟我女儿在美国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好 所以我就跑去问我的推荐人 哎 我说 我说子萍 我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生意可以赚一万块美金 她说 当然可以啊 你要去学习 所以那一次呢 我记得我带着我的女儿第一次进入了杰斯的会场 然后就看到杰斯的第一颗钻石 Kim Huy呢 就在台上讲她的故事 我也不认识她 她长得跟我也是一样瘦瘦小小的 然后呢跟我年龄也差不多 然后她就说她有个儿子 那个时候她儿子是好像 我那个女儿 我女儿还不到六岁 她大概是也是六七岁的样子 她在家带小孩 然后呢 在杰斯努力了一年 她做到了一个级别叫钻石 她的年收入是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我本来从做最后一排一直慢慢往前面走 那时候我的梦想就被点燃 我就觉得 如果她是一个在家带小孩子的妈妈 她可以成功 为什么我不可以 就是那种很较劲 很认真的那种 我自己内心告诉我说 我一定要成为钻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想 全公司就一个钻石 身边都没有几个人赚到钱 你怎么去相信你可以赚到一百万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 那我就简单相信 我只听成功的人的 那那个时候Kim赚到一百万 我只要听她的就可以 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她做什么 我也跟着学做什么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做教 然后呢 定出了自己的目标 带领自己团队定出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 我找到的Julia 我找到的陈丽 我找到的这个Mark老师 他们都是就是很有行动力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找对的人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定出目标 第一年成为红宝 第二年成为绿宝 第三年成为钻石 但是呢 由于团队共同的努力 然后我自己是埋头苦干 这个三年 我提早了三个月呢 实现了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了钻石总裁 就是两年零九个月的时候 成为钻石总裁 而且呢 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成为了双钻石总裁 因为有Julia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钻石 上来以后呢 就是就成为了双钻总裁 因为就是说 你这个生意 就是大家带着一起走 团队共同的努力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其实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 让我一个很普通平凡的人 一个在家带小孩子的妈妈 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跟时间自由 还有心灵自由 当然不光是我 现在我的团队 二十几颗钻石 每一个人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所以我想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一个事业 和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让我们从里到外 然后呢 整个人生都得到一个翻转 那我们现在来看Janice Janice是一个法文 中文的意思呢 是永远年轻 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年轻健康 这就是说 当然当你活得年轻 或者长寿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更多的钱 所以呢 我觉得Janice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人生所需要 所有的一切